自信的吹著Saxphone 神情自若的隨著音樂搖擺 其实他是一名市場者 但经过台北市市場家长协会的帮助 克服先天上的缺陷 未即将从早聊课程毕业的 十二位市损学生加油打气 大家互相可以认识一下 然后也了解一下这个状况 然后其实我们也有台中跟高雄的老师们 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可以聚一聚这样子 台北市市場者家长协会 透入视觉障碍儿童早期疗愈服务 迈向第十九年 配合防疫措施 今年首次透过线上的视讯方式 办理毕业同乐会 让爱传递出去 那当他提升上来 他对自己就会比较有信心 然后也知道怎么样去与人互动 那心理上就会比较安稳 不会觉得都很害怕这样子 市场者家长协会强调 早聊只是一个起点 他们将一路陪伴适损的孩子 教育学习 生活重建和就业辅导等等 希望让更多人看见市场者的努力 九条的话 参谎报导 教育学习